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对公司提出多项形式起诉 道力劝美国的盟友不让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 美国对华为采取的这些大动作 凸显了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紧迫感与焦虑 美国对华为采取的所谓围剿行动以及担忧是合理的还是一种偏执 华为究竟对美国不成了什么样的威胁 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虽然是一家民营企业 但是美国认为它受中国政府控制 可能在其电信产品中设置后门 允许中国当局进行情报搜集 对外国通信设施的安全构成威胁 从而威胁到国家安全 201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对华为与另一家电信巨头中兴通讯进行了调查之后 在一份报告中做出了这样的认定 华为当时否认了调查人员对它提出的指控 并谴责报告措辞相当强硬 但完全缺乏实质内容 这份报告没有主张抵制华为或是中兴通讯的所有产品 只是建议美国政府阻止这两家公司并购美国公司 6年之后华为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而且这一次的风浪比上次来得更为凶猛 华为问题的本质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高级外事记者 面对国家节目主持人布瑞南认为 华为涉及的最根本的问题是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公司 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商业实体 他最近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 被问到如何看待华为的问题时说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 但它的背后是这样一个大问题 即中国的公司是共产主义体系下的资本主义实体 还是中国的弊榜 这个根本的问题归结于此 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它 美国从六年前禁止华为在美国进行并购 到现在对华为采取前所未有的封堵 与华为在5G网络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是密不可分的 5G将给技术创新 带来革命性影响 长期关注华为 并在2012年主导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对华为进行调查的麦克 因会发表讲话时说 你想象 从一秒钟的千兆位 到每秒大约十千兆位的速度 这意味着本来需要一个小时 才能下载的一份大文件 几分钟之内就搞定了 因此不仅在美国 而且在世界各地 这都会带来巨大的好的影响 但随之而来的是 一些严重的安全挑战 华为在5G技术上的优势 加强了美国的紧迫感 传统基金会长期研究技术问题的 高级研究员基成认为 4G与5G之间的巨大区别 引发了美国的紧迫感 他在一个研讨会上说 这是蒸汽机和内燃机之间的区别 这是一个种类上的变化 是终极能力的演变 这部分解释了 为什么你在政府圈与技术圈里 听到紧迫感 因为这种技术能力 将成为一大批新的 我们尚未开始思考的 许多创新的根本能力 在美国情报部门任职15年 并担任过一位参议员 国安顾问的基成认为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现在这么关注华为 他说 我们之所以谈论华为 是因为 华为是地球上唯一一家能够开发 并运行完整5G网络的公司 他们真的能够把5G网络 放在一个盒子里 他们将寻求 把它安装到非洲和其他那些 日益成为中国附庸的国家 华为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是中国国家目标的战略实现 华为的研发和运营成本 是由中国政府补贴的 这使得他们能够提供一个低于市场价值的很好的产品 而我们自己的自由市场使得他们获得主导地位 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产品 比我们从其他地方能够得到的产品更加便宜 现在他们处于一个高屋建林的地位 在他看来 担心中国以更快的速度开发和部署5G网络是因为 如果北京真的比美国更快的部署5G网络 他们也将能够先于美国实现5G带来的技术创新的好处 他说 这不仅仅是中国人可以拍更好的照片 做很多很酷的事情 而是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以及军事能力 从而影响到美国的整体竞争能力 不是保护主义 而是关数据安全 曾经管理美国17个情报部门 700亿美元预算拨款的 罗杰斯说 美国不允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并不是一种保护主义 因为美国根本没有能够与它进行竞争的公司 西方两家5G主要运营商是爱立信和诺基亚 这位前密西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说 尽管美国目前还没有发现 华为替中国的情报部门充当间谍获得某些东西 但是正在发生的是 他们正在通过控制可以接触到他们本不应该接触到的东西的网络和路由器 而帮助中国的情报部门 罗杰斯说 这是关于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我们的数据 被掌握在一个一次又一次被证明 把这些数据用来针对其本国公民并盗窃知识产权和进行破坏活动的一个政府手上 顺便说一句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情报部门最近在网络空间进行干扰活动 比我们以往任何时候看到的都要多 这意味着他们正在去公司那里试图搞破坏活动而不仅仅是偷东西 这是政策上的一个变化 想象一下如果他们有所有的管道 他说中国的有关法律明文规定公司必须把数据提交给国家是不争的事实 他说中国的一条法律规定任何拥有数据的中国公司无论在何处获得这些数据 在政府要求下都必须把数据提交给国家 没有任何正当程序也没有任何第三方采决 国家要这个信息你就得交出这些信息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华为不会向政府提供信息 他说华为不值得冒为政府充当间谍的风险 他说如果有这样的行为 我本人会关闭公司 但是在他真正这样做之前 很难有人相信华为会违反中国的法律 而不提交政府要求提交的信息 中国使用5G技术的方式对美国构成威胁 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与太平洋使命中心的副助理主任 科林斯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 从几个层面谈到了华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他说一个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 不仅仅是对我们 而且对世界各国这种至关重要的技术 这种给我们和其他国家力量的创新知识和能力 由于中国获得这种技术的方式而处于风险之中 这是这个威胁的一个方面 其次是他们如何使用这种能力 我们不提第五代无线网络技术本身 但是从军事安全的维度 我们对中国军事实力最大的担忧之一是 在网络空间领域和电子站 这些领域日益需要高端技术 这些领域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规范 在我们的国家安全程序中 当我们利用某些技术的时候 我们遵循一定的标准和规则 但是中国并不这样做 克林斯说 华为之所以对美国构成威胁 还在于中国当局在国内使用高科技压制自由与言论 而且中国的法律条文 要求中国全体向中国的安全部门提供支持 不仅是在中国国内 而且在海外 中国有意控制英克网的流量 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成斌认为 华为让美国感到担心 不仅是一家个体公司参与生产下一代通讯设备 从而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问题 它也涉及了英克网的管制问题 他在传统基金会举行的研讨会上说 两位大学教授发现 中国一直公开将整个互联网的流量转引到中国 这再次证明中国想管制英克网的运行方式 如果我不能对整个英克网进行管制 也许我只是重新把英克网的流量引向中国 就像火车轨道控制法或是运河上的闸门 华为的挑战相当于信息流行病的挑战 很难避免受到感染 研究中国政治与安全问题的成斌认为 华为的问题还涉及中枢网络这个核心的问题 他说想象一下 你去输血 结果你意外的被输入了含有乙肝的血液 然后大夫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诊断出这种情况后 他们无法做的事把所有被乙肝污染的血液从你的系统中抽出来 他们不可能进到每一个单独的肉体细胞 然后说这个细胞是坏的 我们要把它清理出来 目前的互联网的问题是 正如我们在广泛的门户侵犯中看到的信息是经过全球的实体基础设施来流通的 你实际上并不能选择要传送哪一部分 你可以试着推动信息流通的更快一些 但是如果你的国家是那根中枢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 如果你的基础设施和中枢网络如此脆弱或受到污染 你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成斌说 如果你有芯片 有正在记录信息的路由器 正在把英克网流量 引向另一个方向 或是给信息传送 植入恶意软件 污染信息流 不清楚的是 有多少比例的 全球实体的基础设施 都在这样做 才会达到一个临界点 让你还能避免受到污染 他说 在一定程度上 华为与中心通讯公司构成的挑战 相当于一场信息流行病 就像恶意软件与电脑病毒一样 它具有给全球的信息传送 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并加以利用的潜在能力 让华为参与5G 就像当年让中国人建所有的公路 在克林顿总统任内 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吴尔西 这个星期在宣布成立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 也表示 华为的5G网络技术是对美国构成的一大威胁 而美国几乎完全没有准备好如何对付这个问题 他说 我们必须能够击退中国 对我们的互联网 我们的整体能力 我们的服务器和其他东西的主导 通过华为和其他途径 他们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努力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这都是我们的失败 在这位前海军部长看来 允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 就像1910年 美国刚开始有了汽车的时候 允许中国修建美国的所有道路 桥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 然后由中国人决定 美国人每次使用公路时要支付多少过路费 现在围堵华为已经为时太晚 在美国的游说下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政府已经禁止本国运营商 在5G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 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现在才对华为采取行动 可能已经太晚了 欧洲业内人士表示 现在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 意味着要拆除华为 已经并入现有移动网络的设备 而这样做的成本很高 而且会极大的影响 他们部署5G业务的步伐 英国和德国等 美国在欧洲的盟友 虽然对使用华为的设备 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 保持警惕 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禁止华为进入他们的网络 欧洲盟国为什么不买美国的账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 张克斯认为 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说 我认为 我们看到对美国提出的 不让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要求 出现的一些抵制 是因为我们的盟友在说 你要求我们把华为的设备从我们的系统里拆出来 我们的政府跟你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的商界不见得跟你是一个立场 因此你给我们提出一些证据来怎么样 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这是很困难的 这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说 没有人怀疑 华为抄袭技术 但是很难证明它的设备存在后门这种事情 网络安全业内人士也承认 除非你能抓个现行犯 否则很难拿出证据 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罗杰斯说 华为在设备里安装的芯片 大部分时候是处于休眠状态 在那里等待 采取行动的指令 因此很难发现 他说 他只是断断续续的这样做 他不是一整天都这样做 他不是每天每分钟都这样做 只有在他们想要的时候才会这么做 所以如果你想回发信标 然后抓住他 认为这是他每天做的事情 如果你在那块板上进行一个测试 你不会找到那个芯片 因为他在你的系统里什么也没有做 我甚至不知道你会怎么找到他 在张克思看来 除了很难提供华为帮中国政府收集情报的确凿证据以外 美国自己的一些做法也很难让盟国幸福 他说 我认为我们的盟友还在说 我们正在按照你的要求在做 你的付出在哪里 你们的半导体公司通过把产品卖给华为 而赚取了巨额利润 你说你要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向华为销售产品 但你没有这么做 因此我认为 在我们的信誉 可以说比过去有所下降的时代 这种做法在联盟内部造成了紧张 显然围绕华为而展开的较量 还将继续下去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 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 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活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